3月14日 乌西克的推广人 拳击大佬亚历山大在接受采访时 谈到了他的拳手与泰森副里的四大组织兼并战 由于这场比赛的谈判一波三折 在过去几个月里迟迟没能谈妥 WBA组织前不久也下令要求双方尽快把比赛确定下来 否则就安排乌西克和WBA普通拳王杜布瓦交锋 而比时复理提出了70比30的酬金分配比例 即使复理拿总酬金的70% 乌西克拿30% 乌西克在权衡利弊后同意了复理的要求 但有个条件 即使复理得给乌西克的祖国乌克兰捐款100万美元 复理方面似乎临时答应了乌西克的要求 不过经过几天的谈判 复理又开始故技重演 不断提出新的要求 企图阻碍比赛的促成 亚历山大吐槽道 我们接受了拿30%酬金的要求 但复理这回又使出新花样 提出了其他的要求 这让比赛促成越来越希望渺茫 乌西克称复理是一个虚张生 是的家伙 他除了有张大嘴巴什么实在的事都不做 我感觉复理不敢和乌西克打 即便乌西克接受了他提出的新要求 复理还会提出别的要求 据悉 由于乌西克和复理的比赛 是有史以来首场重量级四大组之间并展 历史意义重大 但这两人的商业价值并不是最高的 所以比赛酬金未必会有多高 因此双方都想拿到尽可能多的酬金 倘若复理仍然不断给乌西克抬高比赛门槛 乌西克团队也不可能一直和他扯下去 一定会与其他顶级挑战者对垒 所以肩并战能否促成取决于复理的态度和胆量 但复理一向是一个出尔反尔的人 他最终会不会同意比赛 还有带时间去检验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